对于明星们的婚姻 很多人都很好奇 因为明星在我们的印象中感觉遥不可及 那么他们的婚姻又是如何呢 适合我们每个人一样 还是另有特色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迎评 上那些老戏骨的婚姻是怎样的 一 王刚当年迎评上的和珅大家想必至今还记忆留神吧 毕竟这个角色算是被掩活了 让和坤成为了我们过去的经典 但是关于王刚相信大家最惊讶的还是他的婚姻 因为王刚前前后后居然经历了三次婚姻 而且第三次婚姻所生的小儿子 居然和自己的亲外孙同岁 虽然不太能相信 但这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王刚的第三任妻子足足比他小了二十岁 二 侯勇侯勇因为经常扮演一些正派人物 所以相信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对于他的感情经历到底清不清楚 当初的第一任妻子 两人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毕竟从同学到夫妻也是很令人羡慕的 尤其是妻子为了他选择了退出影视圈 但没想到侯勇红了以后 两人居然离婚了 之后侯勇的第二段感情也没长久 很快也破碎了 没想到他的第三段婚姻的妻子居然足足比他小了二十岁 这么看起来侯勇也是很有能耐的 三 杜之国杜之国也受我们的老熟人了 凭借年羹摇一脚打响了自己的名头 就连之前的湄公和大案 他也参演其中 说起来他也是经历过三段婚姻的人 杜淳则是他与第一位妻子的结晶 不过由于后来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分离 导致杜淳与他的感情并不是很好 后来与赵纳在一起没多久 两人的感情又再次破裂 而杜之国又有了自己的第三次婚姻 杜之国的感情在娱乐圈中一直是一个谜的存在 毕竟之前还被曝光过别的感情 四 唐国强正要是能够回到过去 唐国强绝对和陆涵党人一样 妥妥的小鲜肉一个经历过这么多年岁月的大魔 唐国强也算是被磨练出来了 成为众人眼中的老戏骨 虽说唐国强语如今妻子在娱乐圈中堪称海魔 但是